新海革命 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新海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10點至11點半 主持 墨業城 謝二方 社會公然以民為本 民主民生 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 節目主持 陳偉業 人民力量 第三節 就會和陳文老師研究一下 究竟香港的抗爭路線 在這次七一之後 何去何從 剛才我們都講過 香港過去的二十幾年 由這個七八十年代 所謂由這個民主派領導的運動 就是三十年不變 三步曲 你看回外國的例子 人家去到那些中美的小島 這些手段都激烈過香港九千幾萬倍 還有那些多元化是多很多的 不像香港那麽單調 那麽外製 你說香港人又不是不聰明 但是正如剛才你所說 是很愚蠢的 很愚蠢 那些手段是激烈一些的 還有手段是多元化一些的 能迫使到政府改變的政策 其實生活可以舒適很多的了 以我們的生產力量 和社會的富裕程度 根本不用捱得那麽辛苦的 你看一下 香港的政治看一看 大家都清楚了 小圈子選舉 特首肯定是向地產商傾斜的 因為整個選舉委員會 都是地產商或者它的附庸 或者去買板 中共也透過這班人 來掀制著香港 根本就是那個非神聖聯盟 就是說這班人 其他那七百萬人 就受它操控 但是這七百萬人 就好像默許 還有也未必完全甘心 但是就是接受的 接受的 你習慣了被人做政治代理 即使自己衝出來都好 或者都是別人呼籲你 給個什麼橫額 或者今年的口號是什麼 你就跟著去 只不過是加入去 加一把腳進去 不是帶一把聲出去的 但是你看回 比如我看歐洲那些發展 當那個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階段 當你新一代的出路出現這個阻礙 前景出現問題 那個失業率或者就業情況 沒有那麼理想 等等的情況出現 年輕一代就會出現一些激進的思想和行為 例如你看回這個意大利 意大利這個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它怎麼譯 有些叫做紅色軍 有些叫赤衛軍 我不知道怎麼譯 都是在七十年代 當時意大利就是 通脹高企 年輕人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 出路又困難 生活又開始苦困 就覺得已經要衝擊這個制度 就是這個 一幫馬列的信徒 就決定是用這個恐怖的手段 包括去炸些 消一些商業重點 然後綁架一些重要的人物 總理都被綁架的 是吧 和一些的 就是重要的人物都被綁架 總理也被殺的 意圖是使政府回應社群的訴求 香港這兩年就開始多了 這80後 不同的組織不同的社群 你覺得在現時的政治氣候之下 在這個中港的強力懸殊情況下 究竟香港這個本土民主運動 或者香港本土的社會運動 在手段策略方面 你覺得有什麼發展和有效地去推動 而迫使香港政府 甚至是中共政府 要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 手段和策略固然是要升階 要一個溫和妥協式的東西 升去一個稍微激烈和不妥協式的東西 但最重要的是心態的轉變 要改變心態 不要以為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大陸引刺給香港 而一國兩制其實是過去 整個殖民地時代 香港那種是很自主的管治方式 或者生活方式的延續 那樣東西本來是香港人自己有要有的 另外就是雙普選 那些是承諾了必須兌現的 是拿不走的 拿走了是不對的 一方面是一國兩制 香港本來是延續生活的方式 應該要有的 不是大陸給的 以及不是50年期的 只要是實踐得好 50年之後都可以是這樣的 你沒有了這種疑惑之後 就不會覺得是 那些人就會有一種認命的心態 北京本來不給你就不給你 拿走就拿走就認命 然後就有一種失敗主義 有了認命和失敗主義 還有覺得那些東西是人家給的 人家拿回來 甚至是 以前在主權移交的時候 有種心態就是大陸拿回香港 不是的 是英國將它交給他 他不是拿回的 他未必是一個合法的代表政府 就是中共 有這種心態的改變 你會知道 跟他抗爭是有一個正義的基礎 還有有一個合理的基礎 他承諾了給你 還有這種抗爭是正義的 你有了這種心理的基礎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反抗到底 以及不妥協 你有了這種心理的基礎之後 在這種正義的基礎之後 就可以將抗爭運動升階 升階就是 從以前的那種和平靜坐 和平散虛 遞了信 喊了口號 媒體拍了照 但這種事情 你知道是沒有效的 因為政府現在開始是不聽 不聽接者 看出你們不會升階 不會將行動升級 另一方面他控制了傳媒 控制了這些所謂的衰電視 以及那些大報紙 控制了傳媒 控制了那個 或者看死了你的行動 不會升階之後 他們就會禁止你 就不會和你妥協 你多禁止你幾次 人們就開始擁抱那種失敗主義 認命 接著就開始施暴了 開始施暴了 政府或者中共開始施暴了 故此必須要在心理上 強化著香港人 接著是將那個行動 特別是在這些不公義的事情 比如今次那些什麼 什麼替捕方案 是要抗爭到底的 因為是不公義的 不合理的 連律師公會 這麼保守的團體 都覺得是不合理的 違反法理的 在這些地方是要鬥到底的 你不撤回方案 我就不斷升級 靜坐不行的時候 我就長期靜坐 再不行我就塞馬路 令到你復為止 但是你不斷升級 要有群眾的支持和參與 香港民主派這麼多年來 搞運動呢 永遠都是自己小貓三四隻 所以要呼籲其他人來的 除了那個核心黨之外 其他人無人歡迎 正同這個理念就來的 群眾運動 剛才你說那個運動升階 那個群眾的參與 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的群眾 是不是已經有心理準備 比如剛才你所說的分析 他們是不是自經已經有這樣的信念呢 已經是不接受 不能夠容忍和不妥協 是吧 就是我最記得這個政改討論的時候 黃碧雲代表民主黨說 忍多兩屆 嘩我們馬上發火 忍你老母了 忍 是不是 這些東西沒得忍 就是你香港的民主派的龍頭 都常常說可以繼續忍 那究竟香港的市民 就是那個的不能容忍 那個的心態 是不是已經到呢 還有是不是到了一個階段 是願意去衝擊 還有願意被拘捕 比如你看回這個印度的不合作運動 你看回這個甘地 你看回這個美國 就是馬丁路德鑑 就是當時的社群 就是你印度的平民 那你這個美國的黑人 他們是就是一班一班 就是前撥後繼去參與這個運動的 拉到那個監瘡 就是那個監瘡爆棚的 剛剛七一就是第一次 就是有這麼多人 除了是八九十後之後 都有一班真是中產的 還有有些年紀都是中年的人士 有些老年的人士 不是只有年輕人 都願意被拘捕來衝擊的 但是究竟香港人 有多少是你的感覺 還有你覺得有些什麼 會令到他們 在思想準備方面 還有在一個信念方面 這個是需要政治的宣傳 你宣傳說得差點的 政治的論述和討論 形成一種共識 形成一種香港人 有正義的基礎 是維護一國兩制 和維護雙普選 維護本土利益 跟著另一件事 就是不要看中共看得這麼強 中共其實對香港來說 它有很多顧忌 很多地方它不敢動得太厲害 只要反應得太厲害 它就會退縮 因為它原本已經給了你 原本已經給了一國兩制 給了港人治港理 它已經預料了 只不過是欺負就欺負 拿就拿 它是嘔吐出來 它也嘔吐出來 所以你讓民眾知道這個底牌 通常我們搞定政治鬥爭 都要知道對方的底牌是什麼 它原本已經給了你 還有香港本來 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以前的生活延續 不是因此 有了這些互相的底牌認識之後 強化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抗爭 開始慢慢等到一些人多些自信 最初一定是很少數人 慢慢試 你發覺 它拉了真的放 它有警棍有催淚彈 其實它不敢發 它槍也不敢戴 你發覺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說就說 托鷹很厲害 要抓多少人 要打 準備盾牌 逐個控告襲警 但是你當整幫人都不去擔保 棄補就算了 所以這個運動的提升 比如我上一次 人民力量是130多 140左右 另外有一些本土行動 還有那些年輕的那些 那裡有100左右 加上200多人 如果接下來的抗爭運動 真正香港是有這個運動 以前那些我都不知道叫什麼運動 其實有一次 那如果抗爭運動 是做部提升 這次是300的 再下次是400的 遲些是1000的 你覺得政府 包括這個中共政府 都需要回應 有需要回應 還有它通常會是策略性的退揚 香港是不可能開槍鎮壓 甚至是拔警棍打到流血 整個街都是血 整個街都是玻璃 這種事情 到了這種脆弱的金融城市階段 還有中共 你將來都需要香港集資 和舊國裡面的債務 所以它是不敢搞香港的 基本上是看穿的 這個是策略或者是方向 或者是手段 你看回外國很多抗爭運動 往往都是有一個較為完整 或者一個紮實的理論基礎帶領的 譬如你看回哈維爾捷克 即是這個布賴格之春 有的 有些可能是很簡單的哲理基礎 譬如生活在真理裡面 我不喜歡說謊 我不喜歡再被政府騙 不喜歡自欺欺人 因為我很不舒服在生活 它這麼簡單的就是 令人抗爭 即是它的革命 金地也好 馬丁路德也好 但是香港在這個政治論述方面 當然動文在這方面都有些 但是家為完整些的抗爭的理論 和抗爭的論述 香港真的很薄弱 不可以的 所以要做的 我現在在Facebook 都不是宣傳自己的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都在做這些 就是那個自治運動 香港要拿回自己的自治的權力 那種是本來要有的 還有雙普選那些是本來有的 而不需要恐懼 因為這樣 又是港獨 又是跟中國有什麼鬥爭 因為一國兩制是一個特殊的制度 不是一個中央管轄 直轄的地方城市 不是這回事 甚至它那個 你說次主權也好 或者它那個自主能力 大過一個聯邦政府 大過美國一個州政府 所以故此 你看美國一個州政府 或者加拿大一個州政府 或者德國一個州政府 它那個自治權很大的 香港其實是可以拿回的 就是外國教育那些 明顯寫在《基本法》上 教育是香港的內政來的 是不需要理大陸的 統戰部長來 說三說四 學鐵村那些 其實那個教育局長是應該頂回去的 拿著《基本法》跟他講 這個是香港的內政 麻煩你在北京講 你不要在香港講 在北京講完之後 我會頂回去 你有這種心態就可以去了 但是這個心態怎麼來呢 但是香港的官員那個 好像那些勞性 那些勞性很強的 你這種心態由於香港 那個政府不是一個執政黨 它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意志在那裡頂住 那唯有是由民眾到來 在現在的 你沒有上普選之前 唯有由民眾到來 民眾是覺得這是香港自己的 我不要入獄 剛才你說一個很好的例子 譬如你在德國也好 在其它國家也好 譬如你聯邦政府 或者你中央政府的 部長也好 就算你的首相也好 來到一個省 那些省的代表 不會當你好像神那樣拜的 大佬 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那些人好像含糊 譬如教育也好 醫療也好 但在這些問題上 是爭取到七彩 人家那些 是抗爭出來的 是爭取到七彩 你拿多少就多少 你不要 人家就拿了去 很多這些地區政府 很多這些地區政府 就要爭拗過華視權 但是錢就你給 很多是這樣爭 你中央政府給了錢 不是比算是華視權 但是香港 好像你說得 我想這個現象 又很奇特 所以 香港政府 好像最近 曾俊華說 很耐耳的 他就說 咦 香港包括了十二五規劃 他覺得很榮譽 很榮譽 神經病 這個傻的 你明明對自己有利也好 你都要打他 我是不情不願的 你給多些東西 我才給你 正常的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 是這樣玩的 永遠都是表示不滿 表示不夠 表示有問題 說香港政府的官員 從內地官員 一溝通一接觸 說有少少東西 就跪在那裡了 這個甚至連大陸裏面的地方政府 都不是這樣 大陸裏面的地方政府 你要在鐵路整理我那裏 我和你玩一下 你給了多少利益 我收多少錢 很多事情有得談 因為香港 連大陸那種政治都沒有 那種自主意識 或者地方意識都沒有 何況香港那種一國兩制 那種獨特的自主意識 那都是要重新說給香港市民聽 要進行一個很大型的政治教育 當然是透過各種的人去抗爭 剛才我想你說香港官員 好像你再早前所說的 那個買板 那個心態 那個心態 其實香港的官員 特別很多是前殖民地的官員 為了下來這一幫 特別是林瑞倫這一類的 就是打公仔 等同都是買板心態 其實是買板心態 是不是 政治就代理了給一個殖民者 所以是完全沒有 沒有一個本土意識 本土利益 也都沒有一套的 就是較為紮實一些的 或者是合理一些的政治理論的基礎 帶領去做某些事情 就是買板 明白明白 總之是北京開心 或者是北京搞定了 搞定了北京先 接著香港就是其次 他不是說由香港出發 跟北京爭 但是怎樣才可以建立到 這個本土的意識 最近我很開心的 我見到朱凱迪他們 最近推動一些很偉大的運動 就是這些本土的運動 我覺得香港是年輕一代的學者 還有這些團體要逐步建立 這個由鄉土情 開始引發 這個是我的土地 這個香港是我們的故鄉 我經常說香港之外別無故鄉 你不要喝著移民 移民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你不可以鼓吹 整幫人鬥不贏就走了 不是這樣 這裏是我們的 鬥不贏都要鬥的 寫一寫都要鬥的 這個本土的認同 本土的觀念的建立 是吧 而將這個逐步提升到社會政治的層面 這個力量慢慢會凝聚 會凝聚 其實是將來的 這些東西 其實是阻撓不了的 阻撓呢 譬如說沒有一個很強大的論述去 只不過令到靈散一些 或者是犧牲多一些 但是這種東西是會前進的 但是怎樣你可以 譬如很簡單 但將這個逮捕機制 將這個反對逮捕機制的法例 演變成為一個本土行動 即是怎樣的意識上 意識上很簡單 因為逮捕機制其實是北京提出的議程 因為這件事情 它就是要防止出現這種變相公投 因為變相公投 一方面顯示了原住民或者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另一方面它可以用來阻止很多法例 例如可以阻止《23條國安法》 其實很明顯是北京交代下來的任務 香港政府只是一個政治代理人 故事在這件事的衝突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有象徵性的 本土利益 本土法定憲制的利益 以及北京那種極權利益的鬥爭力 所以這一下輸了 其實以後的挫折感很大 因為它明顯是不合理的 不合憲、不合法理 亦都不合香港的選舉傳統 那你被這件事都過了的時候 你那個挫折感 或者你以後還可以用公義 和公理和群眾說話 或者政府說話 已經被人踐踏了一個很大步 已經被人捅了一大刀 出了這麼多血 所以這一下其實是本土政治 本土的政治傳統 我們一出血就要補選的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還有一個內地 或者大陸的那種極權要求 極權要求就是 不讓你玩公投 不讓你玩這個變相 即是你要令到香港人 在一個思想上 是將這個補選 是 是令到香港人相信這個補選 是香港本土價值的一部分 是本土價值的 即使現在還沒有雙補選 但是我們的選舉制度 其實法理上是很一致的 今次辭職或者病勢 或者什麼原因不做了 從頭選過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這樣東西是不可以剝奪的 但是有不少香港人 好像梁美芬那類的 不覺得這個是一個本土價值 他們都 是吧 最慘就是這樣 他們不是本土的議員 不是本土議員 還有其實這個法例早期提的時候 香港那些主流傳媒 你包括明報 還有這個蘋果 都不是很著重處理的問題 是的 它以為是一個小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 真是一個選舉制度裏面 一個微細細節的調整 但是它又不知道 這件事就是用來防止 變相公投出現 變相公投是什麼 變相公投就是彰填本土人 對某一個議題的全民投票 不是要投票獨立或者什麼 而是為了某一種 某一種很重大的議題 是沒有辦法做到諮詢 或者是諮詢不行的 或者是在中港之間的抗爭很厲害 要問本土人的政治信念的時候 或者政治抉擇的時候 是要留一個變相公投這樣的機制 故此它用這個替補機制 來打本土公投其實是一個淺踏 對本土意識的 或者本土的政治意願的表達 是一個淺淡 如果香港人將這個價值 這個接受的 這個本土的特色 要堅持要去 但是在那個行動策略方面 又有什麼的出路呢 香港過去民主派30年來 都是那三部曲 我們人民力量和一些本土行動的朋友 這一次就用這個 就是預了去拉 來將那個抗爭提升 但是除了這些手段 剛才我們講過一些所謂的恐怖手段 但是香港人和我們都仍然堅持不會用這些手段 不需要用這些 其實可以很多事情做的 譬如我那次在現場我也講 我警告這個政府 你不要將這個抗爭運動迫入地下 一迫入地下 其實可以很嚴重的 香港政府 它不一定要恐怖的 它主要是 每一個官員 主要的官員出現的地方 它就去堵塞你 就去搶你麥克風 不讓你說話 寧願拉 都搶你麥克風 不讓你說話 或者在國際的場合 或者在會展出現 那些主要的場合 就這樣幾千人這樣衝進去 保安都接不到 就衝進去 各國的政要 或者各國的國際會議的代表 看到了這些醜態 那你已經是 沒有辦法統治下去了 其實我們可以呼籲很多 當然在香港可以做 我們有海外很多香港朋友 都很支持我們 有些政務司去到加拿大 去到加拿大 去到美國 就呼籲那邊的網民 那邊支持者 就去衝擊 就這樣 一個聲音都出不了 你跟州政府見面 或者跟當時僑社見面 就這樣整個會議搞爛你 當地是合法的 可以這樣做 還有譚恩 你說到香港很脆弱 其實如果你的不合作運動 或者你這個要 好像所謂一些半恐怖主義 要癱瘓你那個生產線 其實你在中環 同時間 十輛壞車去就很嚴重了 十輛壞車 總之有一千人不肯出閘 你都嚴重了 那些人不肯出閘 不肯出閘 我說 每個人說八大通壞了 每個人要檢查票 每個人要檢查票 每個人是檢查到的 我檢查幾下就過不了 那你就要排隊 一千人站在那個閘口那裡 你猛那麼多東西就實在壞 很多東西 我壞飛你浪我什麼河 賣車壞飛 你就去票務處排隊 就是這樣 香港很多東西是計到盡 香港整個整體運作 人口密度 其實是拔到很行的 所以可能將來我們出版 好像捷古華拉 出版這個郵擊手冊 好像葉欣聰那本書 所以我們將來出版本 這個不合作運動 香港的不合作運動 可以有什麼東西 可以有什麼手段 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技巧 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又不構成犯法的 如果人多 博拉 就是最多美 這真是賦予本土運動的權力 他有個知識就可以做 遍地開花 不是一定要領導的 有一個黨領導主 如果理念下去 每個人都要 這些抗爭運動 不需要一定的黨領導 抗爭運動 人民可以自發的 是吧 人民自發的那個衝擊 和那個影響力 可能比黨領導大 它觸及到那個靈性 或者觸及到那個價值觀的需要 我覺得是要這樣做 你不叫我做 我也要這樣做 這樣就成功 特別在殖民地 那些非殖化年代 就是有一些 在殖民地政府裏面做事 它就在裏面破壞你的系統 是吧 這個三四十年代很多 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再研究一下 或者老師又可以找一些學生 又找一些資料 看看以前非殖化過程裏面 有些什麽的方式手段 是會令到執政者感到頭痛 好 我們明天只剩下一本 只剩下我們一起合作 只剩下一本天書 給年輕朋友參考一下 好啊 今天真的很高興 和老師說了這個 香港現時所謂的抗爭運動 這個本土運動的出路 至於能否建立這個本土意識 在這個本土意識確立之後 在這個抗爭的方面 在方向策略手段方面 究竟有沒有意識 或者有沒有意願 或者意志 這個意志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實踐出來的 一邊做一邊有的 還有這個是集體意志 不是我們三五個人 一個群眾的集體意志 可以將它提升 而令到這個政府 包括北京政府在內 是要回應 以及要接受香港本土的要求 好 再次多謝老師 我們有機會 和老師再研究 關於香港的本土抗爭運動 好 多謝你們 下次見 拜拜